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上一个单元 法剧经故事集第十二品的第七个故事 本来这个故事跟前面的第六个故事 都一样的是谈到提婆达多的事情 主要的是提婆达多的野心 他为了要当僧团的领袖 佛陀不答应 没有让他可以做僧团的领袖 所以他怀恨在心 就接二连三的伤害佛陀 然后在第七个故事 主要的是提婆达多 他虽然没有办法得到佛陀的答应 让他作为僧团的领袖 那他就想的办法 就是分化身团 所以他先提出了五个苦行的方法 就叫做天寿五法 那这五法我们上一次有介绍 也就是非常的严格的 就是只能够住在森林里面 不住这个房屋啊 房舍 然后呢就只能脱波起始 就不能到人家家里去运供 然后呢穿的衣服啊 就只能到这个垃圾堆里面 就是找这个破布 把它拼凑起来的分扫一 还有呢只能在树下打坐 那这样子就是食一 还有另外的第五个呢 就是不可以吃肉或鱼 那在这个里面啊 就是比佛陀的规定呢 还要延 在第五个规定里面说 不可吃鱼或肉啊 就是因为佛陀的时候 是其实是脱波 就是人家供养什么 那就是吃什么 所以没有特别制定 就是不吃肉跟鱼 可是呢 也是没有用这样子的 一种贪欲的心去吃 或者是去杀 而是可以把自己的心啊 就用在这个修行上面 可是提佛达多的这五个方法 他可以说呢 让佛陀的身团啊 他要走入更加的 这个严格的苦行啊 就是完全全部都是修苦行的 那我们说在佛陀的时候 有这个投陀行 就像大家设尊者啊 就是投陀行第一的 他就是守这个一一 三一一波 然后呢 他就是没有去应供啊 然后也没有多的衣服啊 那随身的这些使用品啊 可是佛陀并没有要求 所有的弟子们啊 都要像大家设尊者一样 就是只要没有犯戒 那在中庸的这样子的 不极度的苦 也不极度的这种贪欲 就是去贪求吃好的 或者是要穿好的 那这样子的中庸 是维持了我们的身体 所需 然后就应该呢 重点放在修行 所以佛陀的真正的修行的法门 是在于说 八正道啦 七觉知啊 要保持我们的正知见 正行 正愚 还有正念 正定 正业正命 正思维 所以这个呢 是修行的一个核心啊 可是在提伯达多呢 他所设立的这个天寿五法 他就是要标榜说 他是修行苦行的 那当然有一些人 也会让他 就是有影响 就觉得说 对对对 应该要修这个苦行啊 因为在佛陀的时候呢 这个印度的背景啊 本来呢 就有很多这个苦行者 可是佛陀参加这样的苦行的时候呢 他最后的 的一个觉得呢 也就是说 这个苦行呢 他只是呢 让这个身体 好像 没有这种 这种 好像欲望 可是呢 他也伤害了身体 那伤害了身体呢 最终呢 这个心 也受到影响 而没办法呢 就好好地用功 在真正呢 启发心的安定 跟智慧上面 所以呢 佛陀本来就没有 就鼓励 就是一昧的这样子的苦行 那其实 提伯达多的这样子的苦行的 的诉求啊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野心 跟他的思心啊 他最主要的 还是希望说 借着这样子 比佛陀的修行 还更加的 苛求的苦行呢 他想要得到人家的尊重 然后拥护他 然后跟随他 因为当时 在印度呢 还是有这样的苦行的风气 那在佛陀的 这个身团里面呢 也是有一些人 会受他的影响 那另外呢 提伯达多呢 他的考量呢 因为呢 他是觉得说 当时呢 就是有这个 这些 印度的这些小国王啊 那么这些王室的永妇啊 那他就可以建立他的地位啊 然后另外呢 就是因为 在佛陀 他出家的时候呢 他是属于世家族的 那提伯达多呢 他自己本身也是世家族的 所以呢 有一些世家族的 这一些年轻人跟佛陀出家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觉得说 他们跟佛陀同样的是世家族 那所以 对于呢 这一些不是世家族的这一些的比丘啊 他们就有一个好像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自我的一种心理啊 就会觉得他们比这个别的种性呢 还要再优越 所以当时提伯达多呢 他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苦行的这种 诉求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弟子们啊 跟随着这些 就是苦行的要求 而作为提伯达多的跟随者啊 可是佛陀呢 他就 不答应说把这五个 苦行的方法啊 也把它制定成 就是生团的戒律啊 因为佛陀呢 他有的考量呢 是应该要放在法上面 而且佛本来呢 就没有诉求说 一定要绝对的苦行啊 而是要保持忠道啊 那可是佛陀呢 没有把提伯达多的这五个方法 他制定成戒律 可是佛陀呢 他也没有反对说 如果要行这样子 极度的苦行的人啊 他也没有反对 也就是说 你要接受这样的苦的人 那也可以啊 所以佛陀也没有说 反对他们 这样子修苦行 只是呢 他没有把它制定为生团的 一定要大家全部都这样子 遵守的戒律啊 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种普遍性 观照性 因为有的人 他还不是说完全要修这么苦啊 而且呢 修这么苦 最主要的也就是说 修行的目的 也不是靠这样子的绝对苦 才会达到 这个觉悟的目的的啦 所以提菩达多呢 他就好像就是要把这个 五条的戒律啊 这个苦行的戒律啊 就把它标榜成 就是修行的最终究的目标 所以这样子有一点蛇本逐目 那而且呢 他的用意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建议他 就是在生团里面标新利益 而成为一个领袖的这样的地位 所以当时呢 就是在佛陀的生团里面呢 也有一些人就是跟随着他 那有一天呢 那佛陀啊 他就遇到提菩达多的时候呢 他就当面 就是质问这个提菩达多啊 就是有关他提出这五条 这个戒律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然后呢提菩达多啊 他就正式的 就是表明说 其实啊 他提出这五条的这个戒律 要鼓励大家来修这个苦行啊 他的用意呢 是要分裂生团 那所以就等于是 他像佛陀呢 就是坦白的 就是承认他的野心啊 所以佛陀呢 听了以后呢 就劝告他 说这样子呢 你分裂的生团啊 是一个很严重的恶行啊 可是呢 提菩达多呢 他也不肯听佛陀的劝导啊 因为他最主要的是 想要做领导啊 他并不是以修行为目的啊 可是佛陀是真正关心的是 怎么样能够让这些弟子好好修行啊 可是呢 提菩达多的野心 就是宣导了这五种的这种苦行啊 然后呢 也影响了一些比丘跟着他啊 所以他的做法呢 就真的让生团分裂 那这种生团的分裂呢 最主要的是害了这一些 就是知见不清楚的人啊 那他就是等于失去了 跟随佛陀好好修行的 这样的正知见的阵型啊 而变成呢 就是被提菩达多 就是分裂去了 跟随提菩达多 所以他没有听佛陀的劝导 因为他的野心这么强啊 乃至他后来呢 也告诉欧难啊 就是他的弟弟啊 就说从此以后啊 他呢 就等于是跟佛陀 佛陀的生团啊 就是分开了 所以他呢 就是要去执行 就是跟佛陀的生团 无关的这种宗教活动 就等于就是 他就是离开佛陀的生团了 他就是自己好像独立了 跟佛陀的生团是分裂了 所以欧难呢 把这个消息向佛陀报告 佛陀回答欧难的话呢 他是非常的中肯 而且呢 是非常的呈现事实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 提菩达多做了分裂生团的这件事情啊 他是非常严重的恶行 因为他严重到 把佛陀的生团 就是产生这样的决裂 然后呢 让佛陀的弟子啊 没有办法好好的修行 而去修邪行 那他的这样的用意呢 就是破坏了这个合合生啊 所以呢 这样的严重的恶行呢 他将来一定呢 会为他这个邪恶的企图啊 受苦难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记载里面 也看得到这个提菩达多啊 他最后呢 就是病重 然后非常的痛苦啊 然后他想要见佛陀一面啊 就要他的这个随行的弟子们啊 就把他啊 就是抬到佛陀说法的经测啊 可是呢 他没办法如愿 因为呢 他在路上啊 他就口渴啊 然后呢 他就到这个水池里面要去喝水 结果呢 他就被这个水池的那个水啊 就吸住了 然后就把他直接呢 拉到这个地狱去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佛陀预先就看到的 可是呢 为什么佛陀也没办法 转换提菩达多呢 这个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恶心恶行啊 他自己本身 只有相信他自己的心啊 所以对于一位三知识的这样的劝告呢 提菩达多也没办法接受啊 因为他已经被他的野心所迷了 所以他一心想要当僧团的首领啊 所以他也没办法接受 接受佛陀的这样的劝导啊 所以他一意的孤行啊 所以对他这样的行为 佛陀说了他的果报啊 那也没办法救他啊 然后佛陀更进一步的说 有德行的人很容易行善 却难于造作恶行 邪恶的人却容易造作恶行 而难于行善 事实上毫无益处的事容易做 善行有益的事却很难发心去做 佛陀呢 在受到提菩达多的这样的伤害 他讲出了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真理 他没有去骂 也没有跟提菩达多呢辩论啊 只是呢 接受这样的事实 而且呢 更让我们一般的人啊 得到佛陀的教导 讲出了 所有的人 还有一般的事情 的情况 也就是说 有德行的人 当一个人 他是有修养 把自己呢 能够导向正面的 能够善的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是很容易行善的 也就是 他的心 已经被驯服了 这一些的这种欲望的引诱啊 所以他的心是很自然的导向善行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做善是自然而然的 他就跟善行是 好像是如鱼得水啊 是一拍即合 那要这样子的 那要这样子的 有德行的人啊 他容易做善 那你要他去做恶 他也很难耶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的社会有一些人啊 真的是好人啊 可是被欺负啊 那这些欺负 被欺负的人 你说要他去报复 他也做不来耶 他并不是说他不能做 他没有能力做 而是他的心呢 已经都是 接受善行 然后呢 他要 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理念 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即使是伤害他的人 他也不会去反击啊 就像佛陀啊 他被 提佛达多这样伤害啊 佛陀也不会说 那我又要跟你打回来啊 他只是承受了 可是他也有教导提佛达多啊 只是提佛达多听不进去啊 所以呢 佛陀讲了这么深刻的 这样的开示啊 那也就是 一个好人 他要做好事 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训练成 就是看到正面 然后行善行 那要他做坏的事情 他还很难做 他不愿意做啊 所以我们说 这样子的人 他不是说 他没有能力去做恶 而是他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知道做恶 就有恶报嘛 他就自然的不会去做恶 那相反的呢 佛陀说 邪恶的人啊 却容易照做恶行 而难于行善 也就是相反的呢 当一个人 他就是很习惯的 纵容自己的欲望啊 然后呢 喜欢去伤害别人 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啊 那这样的人呢 他去做恶好像很习惯了 因为他的心是不清不楚的 他的心是充满了野心啊 充满了这些的邪见啊 所以佛陀的开示啊 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社会有这一些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 怎么有人这样伤害别人啊 有的人这样子不对的事情还做啊 也就是因为他的心 没有导正 那因为他的心没有导正的时候呢 他是充满了欲望啊 他充满了私欲啊 他自己的野心啊 他心里想的都是 我要什么 我还有什么没有得到 或者是我失去了什么 那他的心呢 永远都是要去贪 都是要去追求啊 所以呢 这样子的人啊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这些欲望啊 他就去操作啊 他也看不到说 他所做的事情是伤害了别人呢 那别人也会痛苦 他不会这样子想 因为他的心 都是被他自己的这些的欲望占领了啦 所以呢 他被这些欲望驱使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做的都是恶行 那要他去做善的事情呢 那很难啊 因为他没办法改变他自己的念头啊 他没有力量去改变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法语啊 也就是如果有一个这个欲望的这样的一个放纵啊 就好像是曼罗草 他绕着这个搜罗树啊 然后等搜罗树扑死了 那曼罗草呢 他也摧毁了 他自己也死了 所以这样子的恶人 其实呢 他伤害的是他自己啊 因为他一开始是纵容他自己的欲望啊 然后呢 他做这么多的恶行 那到最后呢 那到最后呢 受苦的是他自己啊 这个事情啊 是容易做的 可是呢 要做善行 有益的事情 却很难发心去做啊 那这个问题是佛陀的结论啊 那整个的里面的道理 原因啊 也就是佛陀一向一直在教导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除自己的贪生吃啊 也就是在这里 因为贪也是按照我们的欲望嘛 我想要我要喜欢的什么东西 那称呢 我就是要去除我不喜欢的东西 那吃呢 也就是我们没办法去看清楚说 我为什么要去贪 要去追求我喜欢的东西 那我这样子去追求会造成什么结果 或者是我去伤害我不喜欢的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愚痴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反观自己的这一些的操作 他的原因 或者是再进一步要去改善自己 我们没办法做到 所以佛陀一直要教我们的 也就是说三大烦恼 贪生吃啊 这个就已经很恶药的说到我们人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去修行 实际上也就是要去针对我们的贪生吃 说这个不行 我们要禁止自己这么做 那这个是伤害别人的 我们不应该做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有这些的把柄啊 我们的心才不会好像 久了以后好像泛滥的这样子洪水啊 说好像像野兽一样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 所以呢 就是修行啊 还是要从这一些根本 基础的这一些的行为来一一的检点自己 所以呢 这个是佛陀的慈悲跟佛陀的智慧 能够呢 用这样的一些 真正他受到的这些破坏啊 他都还能够这么心平气和 然后呢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事实啊 呈现出来做一个 开示 教导 那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呢 就提到说提佛达多啊 其实他就带了一群的比丘啊 被称作六群比丘啊 也就是违反佛陀的教导的 然后去跟随提佛达多呢 这一群比丘啊 到项顶山 就变成是提佛达多的势力 他的一个私人的团体啊 在这样的情况呢 就等于是提佛达多 就带领了这些的比丘啊 就分裂了 就不听佛陀的 可是后来呢 因为佛陀的真正的大弟子啊 设立佛跟大目见年尊者啊 他们两位呢 就到了这个项顶山啊 去劝导这一些 跟随提佛达多的这一些的比丘啊 就告诉他们 应该还是要好好的 修这个正法啊 结果呢 当时也有一些比丘啊 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 而悔改 就回到佛陀 就是接受佛陀的教导 所以这个故事呢 可以是说 用一个最大的例子啊 提佛达多啊 他虽然在佛陀的座下出家 可是呢 他心里怀着的这样的野心啊 他乃至可以跟佛陀决裂啊 这表示说 真的这个世间啊 很多的这些的野心 造成的这些的恶行 是我们人啊 自己也没办法抵抗的 我们也才会更加警惕自己啊 就是修行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的 牲口一三叶啊 来好好的关照自己 然后落实这个修行的基础 那也要靠自己 来看到自己的 这一些的习性烦恼啊 欲找 能够降服自己 然后真正的落实去修行 那我们再把自己 我们从法剧经故事集里面的 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